天虎星 潜力很大 心力也很大 作用也很大 因为要作用很大 所以你才能够赚大钱 赚了大钱才能够存起来 所以一般都在讲 当天虎星就是老板星 就是一个赚大钱的老板的星 那么当你的大县 或者流年 等一下会讲到 大县流年如果进到天虎星 你有机会当老板 你也有机会跟老板合伙 当然有顺行印 有逆行印 你的大县不见得走得到 你的流年也许时间还没到 但是你的事件已经迫在眉睫 你要赶快去把这个钱存起来 或者从哪里去买到皇帝材 就要引爆什么事件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指挥朵树命盘中的这一颗天虎星 天虎星这一颗星所表征的是你的财产 你的房地产 你的有价证件 等等的能不能把它存起来 最重要的要掌握天虎 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你要掌握天虎的人物 就是它象征的人 你要从哪里去赚到钱 把钱存在什么人 这叫人物 第二个地物 你要从什么地方 什么样的情境之下 才能把这个钱给存起来 第三个就是功用 你要花费天虎星的功用 这个功用你掌握好了 你才能够把钱给存得住 第四个天虎星很敏感 它喜欢跟某些主星或者极星在一起 它不喜欢跟某些星或者煞星在一起 这个很重要 因为会影响到你把田产 把财富给存起来的程度 会不会被破坏掉 第二个步骤 当你理解了人物地物 功用喜迹之后 接着你要把这四项 进入你的命盘的十二功 产生什么迹象 指挥斗数同步断结 实用价值在意 你命盘有了这个迹象 之后你要主动积极地去落实 在你的现实环境 命理对你才有用 如果你的事件已经发生了 或者你有什么需求 想要达成怎样的目的 你要把你现实环境中的现象 反馈到你命盘的十二功的迹象 你才能够找得到你怎么下手 所以第十二个步骤 非常的重要 当你完成第二个步骤之后 接着你就要去掌握 时间就是大线跟流年的启动 甚至于抖金的启动 你做短线的操作的 当然用抖金 很多人都认为 整天都在指挥斗数命盘的本盘 在那边绕来绕去解释来解释去 一点用都没有 因为他躺在那里不会动 相同命盘的人多得满地市 当然有顺行印 有逆行印 你的大线不见得走得到 你的流年也许时间还没到 但是你的事件已经迫在眉睫 你要赶快去把这个钱存起来 或者从哪里去买到黄地产 就要引爆什么 事件 你要主动积极的去引爆事件 来配合你命盘的迹象 好 那这个事件要引爆的时候 你就要掌握天虎星 这一颗星是库存 把钱存起来 把有价证件存起来 把黄地产给买下来 是看天虎星 可是天虎星不会动 因为天虎星没有试化 所以你就要配合其他主星 产生事件来引爆天虎星 你那个钱才能够存得住 这个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所以天虎星要掌握这三个步骤 我们一步一步来跟各位分析 来 第一个作用就是代表的是人物 哪些人物赶快记下来 人物就是既被有花号司令的人 比如说老板 长官或者担任幕僚的企划人员 或者掌管财务的人员 你这样懂了 这四种 如果你是属于这样子的人 你就会规划你的财产 是怎么存起来 如果你本身不属于这四种的人 你要把钱财给存起来 你必须去找到这样的人 当然你的家人里面 你的配偶 你的父母 你的侄女 有这样的人 这是你最值得信任的人 但也未必了 如果没有你就要委托专业的技术人员 专业的人员帮你理财帮你规划 这四种人再重复一次 花号司令的人 比如说老板长官 你自己是老板长官 那就没有问题 担任幕僚的企划人员 他怎么规划 或者掌管财务的人 为什么大公司都要拼用财务长 拼用精算师 我们一般的小老百姓 你也要懂得财务规划 好 这一点很重要 来 接着是地务 你要在怎样的场合之下 你才能够把天府这颗星给发挥完整 你要找到这样的人 你必须出去参加社交的场合 你一个人关在家里 没人理你 或者是你要买田产的时候 皇帝产的时候注意 一定要买那个正在规划的建筑物 旧的标 或者戏木场 也就是说 如果你准备从事农牧业 那农牧业这一方面 你必须要找到天府 天府的人或者你自己本身 你对农牧业这一方面 你是很专业的 你就可以投资农牧业 三坡地 三坡地 比如说你预估到这个三坡地 将来会怎么样开花 如果你没这样子的专业的知识 你就要去找既有三坡地开花的专业人员 或者地主 来 如果你要买房子 你要投资房地产 一定要买高级公益 高级的公益 是天府所掌管 那么如果你用的是投资这一种债件 或者投资有价证件 记住你自己不能乱投资 一定要透过银行 银行的专业的人员 而你买的这些有价证件 通通要放在银行 你千万不要放在自己家里的保险库 这样子就不符合天府的地物 好掌握好了 来接着看公用 天府心最重要的公用 它是代表田宅 皇帝彩 建筑开花 那么他也是财博主 也就是说你要花灰你的天府心 你赚了钱就成为财博 你才有办法把它存起来 这个就是天府心的一心二用 天府心 潜力很大 心力也很大 作用也很大 因为要作用很大 所以你才能够赚大钱 赚了大钱才能够存起来 所以一般都在讲 当天府心就是老板心 就是一个赚大钱的老板的心 那么当你的大县或者流年 等一下会讲到 大县流年如果进到天府心 你有机会当老板 你也有机会跟老板合伙 来接着我们看 讲完公用 就要讲什么 讲喜记 这个喜记进入命盘的十二宫的迹象 是什么 赶快记下来 他最喜欢 跟路纯 天府跟路纯 天府跟路纯 还有仓起 这样子你可以名利双收 也就是说你的天府有路纯 又会到仓起 你有名又有利 那你的天府如果只会仓起跟左右 那么你学问很好 你要积极的准备 非常有利于你考试 考试你就可以进入什么样 进入政府部门 参加考试 进入大企业 将来成为长官 可以花号施令的人 花号施令的人 这个很重要 来 那么天府呢 喜记 你那记 天府 最怕遇到空亡 譬如说 譬如说 哎呀空姐 把你的天府的财产 通通吸光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就必须把你的田产 你的财产 唯有你信任的人来帮你存 如果你坚持要自己管财产 你那个天府星 都就会被空姐把你吸光 这一点非常重要 当然有替代方案啊 如果替代方案 我们留在这边来讲 好来 那么如果呢 天府最怕碰到四煞 就是阳刃 陀螺 火灵 火星 灵星 当然碰空姐也一样 就是不中钱财 你的钱财管不住 你赚再会赚钱 你也会耗光 因为你根本就没办法存下来 所以为什么说 天府喜记这么重要 当你的命运 发生这种现象的时候 然后又看你自己怎么赚钱 钱都存不住呢 我们的一字花会很常问我 为什么赚了钱 为什么都存不住 他这个问题一问我 就是他的现象 立马反馈 回到命盘一看 他的天府就碰到四煞 或者碰到六煞 所以这就要用替代方案去解决 如果你不用替代方案 你一辈子到老 仍然是什么样 两手空空 你再会赚钱都没有用 因为你的天府星 把你破坏掉 你的钱全部都存不住 来 接着我们再看 当你 我刚才讲到的这四大项 进入了命盘 十二宫的迹象是什么 我会把你给我倒下来 我会把他放下来 我会把他放下来 我会把你放下来 我会把你放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